中文字幕 李宗盛 会吵吧 因为我之前去过南方就会很吵 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们那边 就是蟑螂老鼠比较大 比较那啥 比较吓人 南方的话 那蟑螂就太可怕了 然后虫子太多了 我可能往手机的时候 然后头顶上边就掉下两只虫子来 南方我觉得去的话 首先还是那些 比如说我有朋友去了南方 他就那边就是比如说气候啥 但是肯定让他们不适应 水土不服 首先肯定觉得就是南方 我觉得南方的方言比较难懂 就听不懂一些 然后饮食肯定也有一些不习惯 还是天气方面吧 就是人的体质都不太一样 会去皮肤啊什么可能会受到影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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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